第四季 對不起… 對不起,我一刀沒砍死他 對不起你爸爸 師兄,就是他 老衲只不過是想要回經書 只要師父你肯交出來 我絕對不會難為你們 至於師姑你殺死我們同門 我也不打算再計較 就算是師姑,你替我清理門戶 臭師姑,我師兄跟你說話 你不答應,你也罵 師父 師父,你也罵 何況要聖 竟然在這胡言亂語,辱罵事故 這麼沒理 這位公子如果失去,就請讓開 老衲不想隨便教訓人 混帳 讓小王教訓你一下 這位公子叫做不自量力 自討苦吃,該死啊,該死 師太,你怎麼樣? 姑子,你沒事吧? 我自己撥起來吧 上吧 走 我看是要老衲動手搶 有本事的,就過來拿吧 師兄,這個臭師姑的武功很厲害 不過他現在受了傷了 既然師姑執迷不悟 老衲也不想逼人太甚 不如大家休息一下吧 看師姑何時回心轉意 正公子,怎麼辦呢? 只要我師父冯夕飯一到 這般妖僧都會死無葬身之處 那你師父什麼時候才能來呢? 怎麼你都不知道? 為今之計,能拖就拖 好 客姑娘 你放心 我正客爽 無論怎麼樣 一會兒陪著你的 好不那些無恥之徒 就像疏通烏龜那樣 早就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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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到哪去了 恐怕是怕死躲起来的 做人最重要要懂得转弯 瞎闯一定当场出丑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师兄 多喝一杯 师姑 老衲敬你一杯 拼你多年就不占纯 谢了 小姑娘 嫁了没有 我们喇嘛不戒色的 不如嫁给我吧 你 你干什么你 让我亲亲 救命啊 救命啊 嫁给我吧 救命啊 放开我 让我亲亲 去去 让我亲亲 放开我 救命啊 让我亲亲嘛 来来来 你干什么你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师啊 真是开玩笑 你怎么不说话呀 走啊 师姑 快走 想走 说得容易 师姑 原来你的武功还没复原呢 那就不要怪老衲不客气了 你爷我 还没法做 你不要走过来啊 师姑神功奇妙 已经把这个喇嘛弄死了 你再走过来 就连接连弄死 师兄 他真的死了 你看看 死了啊 算你们倒霉 走吧 走 快走吧 走 走 走 蒙汉药 水 给我拿水呀 给我拿水呀 那帮家伙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可惜没骑兵来啊 不然的话那帮和尚追不上了 是 你疯了 师姑伤成这样怎么骑马 又没骑你来在这儿瞎捣乱 师父 你怎么样 师姑 那边有一间草屋 我们到那儿去吧 好 来 我堂堂严庭王府的二王爷 哪能去这种狗窝 这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是不是 你不走 继续赶路 把喇嘛引开也好 郑公子 大丈夫要能躯能伸 阿柯 走吧 来 各位 来 各位 开门 去吧 跑不了多远的 大家追 师兄 这手在哪里 手 不知道 不知道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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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不带他这儿 想不到以师姑的身份 也会藏在狗窝里 小宝 这一包是藏经书里面的地图 给我 想不到我今天会命丧一次 我死不足夕 我死不足夕 希望你早日 照现其他七部经书里面的地图 恢复大明的江山 师姑 师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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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里边的人听着 如果不把经书交出来 我就放火烧房子 来 来 到了 这只烧猪了 好 你们尽管放火吧 要想放你就放 最好烧死我们 连四十二张筋都烧掉 最多同罪一尽 好 我不用火烧你 我用烟来熏你 看你能受多久 我受不了了 我好难受啊 师姑 师姑 那本四十二张筋没有用 给他们算了啊 喂 臭狼狼 我们受不了了 那本金书给你们吧 好啊 你把金书扔出来吧 人就人了 不过吊在火里烧坏了 不关我的事啊 住手 被拉不吊导 臭狼狼 最多是给你 不过说好 给了你之后呢 不要再威胁我们 要这样要那样 金书只有一本 你记住啊 男子汉大丈夫 你也记住 什么马都难追啊 就怎么办了 我扔出来给你们啊 少说废话 要命的马上把京春扔出来 接住啊 四十二张金送到 师兄 这书湿了 小心别弄破了 师兄 这书湿了 大爷子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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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 师兄 这书有毒啊 这书有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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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师 师兄 快去找水 好 师兄 师兄 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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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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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好 来 走 来 小宝 如果不是你聪明机智 今天我结束难逃 不过这么狠毒的手法 并非名门正派所为 师姑 刚才情况危急 所以我才那么干 我下次不会了 你的武功的确是差一点 这样子师姑 不如你收我做徒弟吧 只要我学到你一程的功力 以后呢 我就不会再用那些狠毒的方法了 师父 算了 不过 你进入我们之后 就一定要守规矩不许胡闹 叩见师父 叩见师父 叩见大师父 先入师门为大 你叫他一声师姐 师姐 你要牢记 我法号九难是属于铁剑门的 师祖穆桑道人已经逝世了 弟子会牢记的 我们快点上路吧 不然喇嘛会去而复返 是啊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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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公子呢 喂 会不会跟阎王爷下棋去了 师父 师父 師父, 你自己一個人靜靜的歇歇 師姐, 我們出去走走 省得吵得師父不能休息, 來 阿克, 就算他以前得罪過你 別生氣了 這次小寶救了我們兩個 以前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 是, 師姐 以前是我不對, 是我不對 都是我該死 你大人大量 你不要把從前事記在心裡 那就… 師父, 你歇歇吧 我想出去走走 師父, 我突然也想出去走走 你休息一下 師姐, 什麼事一見到我就這個樣子 這個全賴你 又賴我? 是師父不讓那個傢伙跟著來的 如果不是你那種搬弄是非啊 師父怎麼會這麼做呢 我不好, 是師父他老人家 而且那個小烏龜 這也昏倒, 那也昏倒 只能麻煩 你出嘴 無論如何 也是你的師父 對鄭公子有偏見 應該說你對我有偏見 是啊, 我是對你有偏見 可不要吧 你不要打我 我說過的 就算把你的頭砍下來 我也不會對你好的 我也說過 就算我做無頭鬼也要娶你做我老婆 現在你打吧, 打 你… 你無恥, 你下流 你… 鄭公子, 你怎麼會在這兒? 我是關心你的安危 假的 是你怕喇嘛會追得來 死要跟著我們 你胡說 真是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 對呀, 狗嘴當然是長狗牙了 這象你是個壞蛋 屁也是臭的 你這個侍警之徒, 卑鄙無恥 根本不配和本公司交談 你… 你… 誰叫我打不過他 對, 我是流氓 我粗魯, 我下賤 哪比得上人家一個堂堂小王子 不過你小心, 我早晚要你嘗嘗 道統, 自從上次在武台山遇選之後 皇上派想到處找你 今天總算皇天不富有心人 終於找到你了 那我真要謝謝 謝謝…謝謝皇上恩典 哪敢麻煩多大哥 大家自己人, 何必這麼客氣 況且找到你, 皇上也會… 大哥, 你放心 這次你一定立大功了 小小意思 這兒五千兩, 麻煩你分給弟兄們 這是喝茶的 喝茶的 不行… 不行… 收下吧… 你就收下吧… 真不好意思 魏道統, 我們一塊兒回京城見皇上吧 大哥, 我想請你幫我下忙 什麼事, 你說 這件事… 不說心裡難受, 說了又生氣 我最近有個相好的姑娘 被小白臉勾跑了 這次你這個王八蛋還不被多大哥打暈了 快… 弄錯了… 錯了… 打錯人了 打錯人 住手 認錯人了 怎麼搞的 吳大哥, 這請你為什麼打我們 是… 偉兄弟 這麼巧 真是慚愧 這次又要偉兄弟救我們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偉兄弟 這兒耳目眾多, 說話不方便 我們住在城北客鎮 等下去看你們, 等下去看門 請 好… 好… 偉刀總 剛才小人… 真是… 我該死… 我該死… 算了吧 所謂人有措手, 馬有失題 你再告訴我那個混蛋的樣子 小人再去 算了… 這件事暫時由他去吧 這…這怎麼行呢 我們已經收了你的賞錢 我另一件事要請大哥幫我的忙 我有個丫頭叫雙兒 跟我在武壇山失散了 我希望大哥你幫我找回來 好…拋在我身上 大哥, 還有件事 你回去禀告皇上 告訴皇上說 我還有件機密大事要去辦 事成之後 我就會回去叩見皇上 叫人遵命 就這麼辦了 好 快去 誰? 胡二哥, 韋小寶 韋兄弟, 是你 小王爺呢? 小王爺有點要緊事 他先走了 真可惜了 老家 我還想找小王爺 談談反親復命的大事 會有機會的 今天成門韋兄弟相救 小事一樁, 還提他幹甚麼 坐… 謝謝 謝謝 對了, 這麼巧你會來到這兒 你也不要提了 吳二哥, 做兄弟的我成親了 恭喜… 新疆是哪兒的人士? 恭喜個屁 我老婆是姓陳的 但現在被個小白臉勾走了 不守父道, 死有餘故 不能這麼說 不能怪我老婆 這都是那個小白臉壞 勾引我老婆這沒甚麼 大不了休了他再去另外 對… 對… 但是那個小白臉 竟然向官府瞎告狀呢 你們今天被打 都是他出的主意 這個家傲是誰? 誰呀? 就是臺灣閻平王第二子 鄭克爽 我們沐王府和閻平王府 一向都沒有來往的 哎呀, 遭就遭的 他看不起你們沐王府 說你們是敗軍之將 沒權沒勢 他們臺灣閻平王府 才是大明正統 所以借親兵之力 先來消滅你們 豈有此理 這小子真是的 照我看呢 他簡直是死有餘故 對… 死有餘故 開始了 多吃點 幾位客官要點什麼? 滾開, 滾開 你看 你這混蛋 膽子不小 他就是搗亂 妹妹 進來 大哥 就是他 哎呀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搞他的肚子 你看看 什麼 我都不認識你 為什麼你們胡說八道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到這兒來搗亂 小姑娘 這樣沒你的事 你不要開口 跟這個衣冠金獸 講什麼道理 打 哎呀 救命啊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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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打呀 快打死吧 哎呀 妹妹 這個王八蛋 你留著他會害人的 看我打死他 哎呀 別打 打死了 我會守寡的 我生了孩子怎麼辦呢 是啊 哎 不是這樣 我們成學你們兩個的婚事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 你幹什麼你 好 我不認識你們 走啊 走啊 哥姑娘 我不認識他們呀 救命啊 救命啊 走啊 你們幹什麼你們 你們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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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熱鬧看了 是不是有熱鬧看呢 小寶啊 你快點去救救他啦 是他嗎 他出了什麼事啊 那些瞎殺人呢 說他是 哦 你不要說了 是不是有個大肚子姑娘來找他 這樣的事情我全明白 啊 真看不出 鄭公子身份高貴 原來是個敗類啊 哎 這種事情多的是 衣冠禽獸 斯文敗類 只不過 你也不相信啊 我是不相信的 原來鄭公子喜歡那個 噁心浑心吐氣的鄉下姑娘啊 你住嘴 我告訴你啊 他是冤枉的 是真的 鄭公子是冤枉的 你為什麼不說話呢 你 你 小寶啊 你替我想個辦法救救鄭公子了 我又不是觀世音菩萨 隨便救人的 你要是不救他 我恨你一輩子 這樣 先小人後君子 我救他出來有什麼獎勵 你想怎麼樣 你總是想辦法來欺負我 你不是真心幫我的 好了好了 你真差勁 真沒用 真沒骨氣 走吧 跟你上司堂去救他 天都快黑了 到了沒有啊 也許到了吧 進去啊 平龍 拜 跪下 回去 再拜 三拜 三拜 你們現在要怎麼樣了 拜拜拜拜 拜什麼篇地 拜完了還要拜呀 拜這麼多幹什麼 別跑 這兒的規矩 你要向新娘拜一百次 你只拜三十次還向其餘次 快來拜 快來規矩 快來拜 今天你的新郎官 多拜幾次有什麼關係 來 放回他 姑娘姑娘 有事慢慢說 你是來喝喜酒的 何必動刀動槍對不對 抓住他 小寶 你還不快點來救我 好 救你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我唯小寶 唯大俠 江湖上人稱浪里翻滾 小白龍就是我 來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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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烏龟 要他撕住 把箱子供起来 不要動 不要動我師姐 不要吵 快吵地把你眼鏡挖出來 我就是要吵 你挖吧 小寶 毒 毒 não 我沒有 那娘做了 神經病 我到底沒有結婚 来, 来, 给他借他 不行啊 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 走运 不行, 放得我 停 你还嘴硬是不是? 我先杀你, 然后再杀你师弟 你杀好了 不杀的那个不是好汉 你想杀我, 你先杀我师弟好了 我偏偏不杀你师弟 我拿棍子打死你 住手 你要打死我师姐, 那先打死我吧 我和师姐, 情徒手足 是一个师父教的 小宝, 你真是太好了 你真够义气, 很替他受罪 你是不是很喜欢你师姐 什么?究竟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是就行了, 拜堂成亲 小龙 不行啊 混账, 是谁说不行? 你要是不和他拜堂 就要和他成亲 随便选一个 我两个都不要 好啊, 你还嘴硬 我切着你鼻子, 然后再切他鼻子 你不要切他的鼻子 切我鼻子吧, 我鼻子大 你敢能顶两个 我切你鼻子上顾 不行啊, 不行啊 别这样, 他都鼻子大 不要切我的 你看看, 你看看 他不肯, 你师弟肯 这个人对你这么好 你还不肯嫁给他, 嫁给谁 奏院拜堂成亲 不行啊, 不行 放开我 你们不要逼我啊 不要逼我 你们三大王不要逼我 不行啊 我说过 大天天一靠手 二靠手 三靠手 好 我说过 不要逼我 一靠手 二靠手 三靠手 离手 小心 小心, 外面有敌人 我跟你拜了堂成亲了 虽然马虎一点 也算拜了 被逼的没办法 这不能算 这不是真的 那还有假的吗 走 走 汉人没好人 见一个杀一个杀 走 走 走吧 来到这要进洞房啊 快走 小心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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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没这样的亲戚啊 你算什么 公公 是我呀 我是平溪王的杨日芝啊 你看清楚 看清楚啊 杨大哥 对 就是我呀 怎么你弄成这个样子 怪模怪样的 小人奉平溪王之命 特来查探 反对王爷的人 无意中 发现了沐王府的人在这儿 哦 我也是啊 我和我师姐 假装拜堂成亲混进去 实际 实际是探听沐王府的虚实 好 原来我们是一路人哪 哦 你们化妆成这样 就算杀光沐王府的人 也没人怀疑是吴三桂干的 这办法不错啊 我们装成这样 让公公笑话了 杨大哥 既然我们那么谈得来 不如干脆结拜为把兄弟 以后就不用那么什么小人 公公那么啰嗦了 这是求之不得 没办法 荒山也领 将就一点 来 大哥 兄弟 我们以后情同骨肉 不过在别人面前 我仍然叫你做公公 当然了 大哥 你打算怎么处准沐王府那帮人呢 当然是带回去见平溪王爷了 公公 兄弟 你认为这么做不好 沐王府的手里 沐建生都不在里面 你抓光他的手下没用 我刚才你跟沐王府的人混得很熟了 只要我查出沐建兄的下落 到时候你们一网打尽 这岂不是更好吗 对 秦贼先秦王 兄弟的办法真是比我高千倍万倍 不过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怎么收场 大哥 这个办法行不行 好 你放上面了 你放上面了 别急 别急 阿姑姑 你放手 你放手 我放手 我不放手 不不不 我兄弟会说人家话 是是是 汉人 朋友 朋友 不要动武 汉人是朋友 不要动武 女儿不好 杀死 父老婆 我的 不要杀 老婆 你的 不要杀 杀死 好 老婆 我的 不要杀 杀我 杀你 菩萨也能够杀 菩萨没有关系 菩萨大恩公 老公 你的 你的 不是 老公 你的 老婆 你的 不是 老婆 我的 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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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的 孩子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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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他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他不是你的 走 给我杀了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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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带我上哪儿 走 走 你们是什么人 走 走 快 原来你是一箭无血冯西范 师父 救我 既然你认识我 那就应该给我点面子 台湾郑王府没跟你过不去 为什么你要难问我二公子 师父 二公子 你没事吧 没什么关系 这都是韦小宝那个混蛋害我 师父 我要找他算账 那些人的恩怨不妨暂且放下 我们先办正经事要纪 对了 师父 你这次这么匆忙赶到中原 有什么正经事要办 全锦南的势力日渐扩大 如果我们不加强控制的话 二公子你登上严平王府的王位 恐怕就会有麻烦 对了 对了 我记得那天沙龟大会上 他还当选总军师 这个人简直就不把师父你放在眼里 以老夫的预见 陈浸南不能留在世上 但是父王一向都很信任陈浸南 如果我们冒冒然杀了他的话 我怕父王会生气 王爷现在在台湾 我们如果秘密行事的话 王爷恐怕不会知道 师姐 师姐 师父 你们两个干什么 这么晚才回来 我和师姐是找一个人 找谁呢 找谁啊 师姐说呢 想找一个会煮粘菜的师父 给你做点好菜 谁知道找不到 阿柯 你先进屋室教去 我要和小宝谈谈 师父 我 我叫你先进去 姐姐 小宝 明天就回皇宫 那么急 干什么 难道你不明白我的用意 哦 要找其他七部四十二章经 齐兵皇上 尾刀通求见 传 是 是 小宝 不用说 叩见皇上 不用跪了 你回来就好了 我以为你被尼姑抓了之后 一定是凶多吉少 幸好多龙告诉我 你平安无事 我这才放心 你也有 谢谢皇上 关心 对了, 你真的没事 你也没事吧 我也没事 那个尼姑是什么人 是谁指使他来杀朕的 那个尼姑开始对我不知道有多凶 又打又骂 我就忍辱 忍辱什么 负重 对 忍辱负重 一路上不断试探他 后来他一下不小心就泄露了 原来指使他来行刺皇上的是 是贫夕王啊 吴三贵 对了 还有啊 他为了对付你 还勾结了台湾信仲的二儿子